关于世界岁月如说 时间来到了公元2025年 今天对于叔叔的朋友来说 将会是怎么样的一年呢 在公元2025年的岁次已是 叔叔的朋友本命宫迎来了 龙德星、紫威星、玉贵星 这三颗大吉星 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知道 叔叔的朋友在2025年岁次已是年 可以说是一个能量相对强大的一个好年 而父星也迎来了 抱败星以及天二星这两颗星宿 而在强大的三颗吉星的力量威压下 基本上这两颗父星能够掀起的风浪 的确没有太多 但事情也不要这么乐观了 因为毕竟抱败星与天二星 虽然他并不是三大吉星的对手 但是你有伙伴我也有兄弟 所以还是要注意 在特别几个月份里面 本命宫的父星会联手外部的星宿 来给我们叔叔的朋友制造一些怎么样 措手不及的一些小危机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事业方面 在事业方面 叔叔的朋友说到 紫微星、荣德星以及玉贵星 这三大吉星的加持之下 是属于一个事业的成长期 加上又有外部的太阳星与太阴星 来共同照耀 所以能的话 叔叔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时候 来想办法争取晋升 而处于事业生的上升期 也不能等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努力 这个做事业最重要除了努力之外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汇 一个是沉淀 另外一个是磨炼 所以老师提早那么多个月 就快半年的时间了 就先给大家做2025年的预测 也是希望可以提早给我们叔叔的朋友知道 很多的事情 你必须要提前准备了 而对于做业务的朋友来说 受到远方的太阴星 以及太阳星 以及另外一个角度的天以贵人星的帮助 所以基本上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人员 在建议业务的时候 可以采取比较真诚的态度 来给予客户相关的建议 以及我们的服务 因为既然是太阳星太阴星 以及天以贵人星 给我们正面的能量贯助 那么需要的就不是一些小技巧或是话术 或是单纯的一些利益来诱导的方式去做 而是让别人可以知道 跟我们做生意 你放心 跟我们往来你是可以怎么样 不用担心掉入到话术 跟套路里面的一次交易 这对于客户来说 才能够真的比较放心 甚至他觉得人很不错 我转介绍我的朋友 转介绍我的客户 来对你一起做生意 多认识一些人嘛 而对于一般内情的工作来说 2025岁次以四年 就需要多一点手段了 毕竟本命的指挥心 与龙德心这么样的强大 加上又有太阳心 跟太阴心的关照 那么当然我们也必须想办法 与老板 主管 或是领导的位阶 比我们高的 要多建立一些关系 俗称拍马屁 这个马屁拍得好 升官发财没烦恼 最近努力是很有限度的 毕竟双脚有力 你也无法震撼大地 但是找到对着人来帮忙 那么就可以获得 更大的能力跟助力 所以首先要搞清楚 你需要什么样人的帮助 然后搞清楚 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马屁 这样才能用对的方法 拿到对的关系 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这是一个戏活 不知道怎么拍马屁的 趁现在还有时间 你多学习一点职场关系 以及调查相关的情报 老师都已经提早半年告诉你该怎么做了 半年的时间真的够你准备了 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与空间的优势 而对于其他的工作人员 包含私自备的 或是其他的专业行业 2025年随时以四年 要多利用社群媒体 或是自媒体 让大家可以有机会认识自己 跟知道自己 你很厉害 但是你还不知道有用吗 这个时代是一个很不错的时代 尤其对于私自备的 通常很容易在自媒体 或是社交平台上面 获得不少业绩的来源 跟客户的肯定 所以如果你还不会拍自媒体的 现在还有时间 你赶快学习吧 整体来说 四年运属大级 而在财运方面 今年叔叔的朋友 无论如何 都有玉贵心在宫内闪耀 所以基本上的财运 也是比较稳定的 而这一份稳定 就是比较在正财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事业收入 无论是兼职或是正职的收入 都是会比较好的收入提升 但是如果想要自产 买房 买车等 重大的支出 那其实可以缓缓 不要着急的在这一两年出手 除非是不买房子 你会抽筋 对不对 老婆会跑掉这种危机 你再深重的去考虑 因为这种远方的 有碎杀心的影响 在这个进行大笔支出的时候 容易被对方或是其他的因素 导致我们没有看到 重大的问题 或者是瑕疵 而导致我们怎么样 吃了大亏 或是陷入了很大的争议里面 这里面不只包含买房买车 也包含了进行的对其他行业或他人的投资 例如有人招理去入股 或者创业 或是投资某项事业 这个失败率跟有气无回的概率都是很高的 包含借贷也是一样 所以最好的理财方式 还是以储蓄为主 而在投资市长方面 如果单纯说是投机 那么并没有太好的获利机会 但是如果对某一项事业的前景或是发展 你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获得比较好的产业经营的数据跟情报 那么是可以考虑做中长期的投资 因为你了解和投入 那么就是单纯的投资 而不是为了赚这一波的波段而进行的投机 而这种交易就尽量不要做杠杆或是当冲 以时仓做交易赚合理的利润 那么一样可以获得我们本命宫里面三级星的守护 自然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收益 整体而言财运数终极 而在感情方面 叔叔的朋友今天受到远方的投花星 以及闲持星的影响 所以对单身的朋友来说 魅力指数可以说是比较高的 单身的朋友如果你想要脱单 在这个2025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 如果想要升华引勇的爱情 走入我们下一阶段 可能是婚姻的殿堂 在2025岁至已四年 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 而对已婚或是有伴侣的朋友来说 这个已四年也是一个比较会享受两人关系的一年 也就是欲望会比较膨胀的一年 在这个情形下 夫妻伴侣的归房之乐夜间部活动 就需要多一点点的配合 所以说就是你的伴侣如果是叔叔的 今天受到闲持星的影响 对夜间活动就会比较兴趣 容易容易想出一些 以前没有想过的一些花样出来 这跟年纪没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夫妻伴侣的沟通就很重要 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要以最大供应数来作为彼此的沟通 而以家庭的利益 那就以最大的功倍数去争取 所以很多时候 无论哪一方提出他想要的需求 只要不是什么想要或不要 这个单纯的考量 或者你可以或不可以 我们就稍微沟通一下 你为什么你想这样 那我怎么配合比较好呢 有没有变通的方法 这样才能够维持两个人关系的和谐 这也是因为闲持星 本身就是一颗欲望之星 这个欲望都被安抚或是满足 也容易造成负面的效果 这里就是说 其他层面上 闲持星跟桃花星 他们的力量 也会让叔叔的朋友 容易会有一些非分之想 而这个体现 也会容易在人际关系 或是职场上面 会让叔叔的朋友 开了一些不合时宜的 有颜色的玩笑 或是暗示 这个时候容易被远方的 碎杀星 黏杀星 天官府 抓到了机会 然后让整个事态 突然严重了起来 这就有可能导致 我们叔叔的朋友 体验了一波 什么叫做社会性死亡 本来以为靠左边或是地位 把这个事情给他压过去 最后都变成反作用力 你施压 你在霸凌我 让自己因为不合时宜的欲望 或是行为 一次性的玩玩乐 所以自然是希望 家里的朋友伴侣 先把叔叔的朋友 给他炸干了 家里吃饱了 就不容易在外面 三心二意 这也是一个解决的方式 整体而言 只要注意好 你不要越界 基本上 干钱语 也是属于小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健康 在健康方面 叔叔的朋友 比较需要注意的 就是身体元气 容易被掏空 或是容易感到体虚 或是未寒 这首先是先受到了 闲持心 这个欲望之心的影响 容易让自己想动 想吸 然后让精神力 受到一定程度的损耗 另外就是本宫的天鹅心 联动了远方的晦气心 以及病浮心 身体的抵抗力 以及免疫系统 会是比较残弱一点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叔叔的朋友 会比较感到虚弱 也有之外 也会容易受到一些 免疫系统相关疾病的困扰 例如水痘 或是所谓的带状炮症 台湾的称为皮蛇 或是群马症 或是丝疹的相关的问题 就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出现 要改善这个问题 那么就需要第一个就是控制好 自己的欲望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诸如水痘 或是带状炮症 其实现在都有疫苗 可以花点钱 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尤其是带状炮症 没得过的人可能不知道 这玩意儿一旦上升了 除非你有特效药 不然都会让你感受到 什么叫做痛不欲生 而且持续好几周 老师手上是有些贵客 提供给老师的一些方子 也给分享过一些 中奖的其他贵客 但是公开节目老师不能说 此事还是必须跟你讲 最好的办法 还是先打疫苗 提前预防 并事后补救 还来得有用 而第三 就是多备一些紧急用药在身边 例如有过敏 或是蟻麻疹病死的 是可以提前跟家庭医师来咨询 准备一些 比如说抗阻治安 或者其他紧急药品在身边 这样一旦不小心被触发了 就还能够快速的去应对 而既然是免疫系统比较弱 当然防疫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外出戴口罩 勤洗手 以我们当年的新冠防疫标准 来防御自己 保护自己 是有好无坏的 而在其他方面 外部的病呼吸的力量 是比较强大的 当然叔叔的朋友 他的本命功力量很强大 但是能的话 你还是尽量避免去探病 如果身体健康允许的话 那也建议你定期去捐血 来破病呼吸及远方的阳刃星的力量 减少我们本命星宫的集星力量 来为了防御这些凶星而做力量上的抵消 这样也可以去救人 那不是一尖两顾 摸闲仔奸血库吗 就是 那注意好这些 其他部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整体而言 健康允许是属于小凶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针对公元2025年 随之以四年叔叔朋友所做的流年应试解析 其实以整体来说 2025年对叔叔的朋友来看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年份 基本上你只要能够自我尊重 与保持自律 叔叔的朋友可以在这一年中发挥的很好 并且可以获得很好的成长时间 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时候 希望我们叔叔的朋友 你要提早准备 好好把握真心建议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我是陈老师 记得按赞订阅 追踪我们 老师每个月还会有纽约运势解析 那帮助各位可以预见天使掌握低利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